迪士尼在美女野兽之后打铁趁热 紧接着又退出了大型的电影纪录片 叫做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 由中国知名导演陆川 他花费了三年时间来拍摄 一起来看东森新闻记者杨平俊 来自美国好莱坞的独家报道 有可爱的熊猫亲子间亲密互动 加上金丝猴开心跳跃 一幕幕微信感人的真情流浪 让人看了好感动 但来之不应的画面背后 是超乎想象的艰苦拍摄 我们曾经在西藏 在三江原地区 等了几个月去登雪豹 然后我们几乎都要放弃的时候 等到了雪豹 对 当时我们电话回到总部的时候 大家都很雀跃 很激动 透过镜头捕捉各种西游动物外 从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 打起蓬勃的山河美景一一入境 更记录了中国最珍贵的自然资源 你并不愿意观察这些检测的检测 去沙发里 去看所有的东西 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探索了 我为了我能够看到这些超级远色的地方 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中东好莱坞名人出席肯定电影首映 历经三年时间筹备 新片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 不仅填补了中国稀有动物生活记录的空白 更要让观众重新探索 万物皆有灵性 珍惜亲情的可贵 东西新闻彭迪杨平俊在好莱坞采访报道